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总统拜登今天就以把冲突在白宫发表讲话 谴责哈马斯出席色列是邪恶行为 他批评哈马斯处决人质 强暴妇女即将俘虏游街示众等行径 有为人类道德标准 哈马斯的残暴及嗜血令人想起伊斯兰国的恶劣暴行 以及反犹太主义及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拜登又指指奥伊佑14名美国公民在这次冲突中死亡 对于人被哈马斯挟持的美国人已指示团队协助营救 拜登三度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表明美国会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采取迅速果断及压倒性的回应 也会要求国会采取紧急行动 支援以色列的安全需求 拜登同时警告伊朗籍黎巴嫩真主党等 不要利用这次危机捞取好处 拜登也已经派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启程前往以色列 传达华府声援及支持以色列的信息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昨天预袭更多案发的细节曝光 目击者透露冲撞总领馆的轿车司机是亚裔人 长头发车上疑似有枪 总领馆当职保安人员第一时间劝阻司机 阻扰他取枪失袭 为在场民众争取到时间逃离 目击者奥德利孙女士艺术 私家车撞入总领事馆大厅之后 司机落车和保安人员争吵 期间有人指出私家车内有枪 在场民众随即逃离 他拍离时拍下影片显示司机明显想从车内拿出物品 而安保人员极力劝阻他 孙女士称他翻看影片时能听到保安人员说 不要伤害他们 你不想伤害他们之类的话 而正视这些保安人员的工作分散这名男子注意力 让民众得以脱身 所有人成功逃出后 警察赶到现场击毙司机 旧金山警方目前尚未通报案件的响起 司机动机为名 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人权理事会15个新成员 其中亚太区四席包括中国日本印尼及科威特 非洲区四席是布隆迪 科特迪瓦 加纳及马拉维 东欧区两席是阿尔巴尼亚及保加利亚 拉美地区三席是巴西 古巴及多米尼加 西欧及其他地区两席是法国及荷兰 经成员任期明年1月起开始为期三年 而这一次是中国第六次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也是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 今年共有17个国家角逐15个席位 只有俄罗斯及秘鲁落选 斯里兰卡去年发生债务违约 重要债权人之一的中国早前同意协助其债务重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斯里兰卡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一直在利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官方债权人 上月下旬已同 斯里兰卡就涉滑债务处置初步达成一致 汪文斌表示 自去年以来中国相关金融机构 一直同私方就涉滑债务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 积极开展双边磋商 及时向斯里兰卡出具融资支持文件 帮助其顺利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中方还呼吁多边机构和商业债权人 共同参与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 公平的分担责任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请订阅明镜点栏目